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狂风暴雨与脊梁脊鸣的枯萎川新败者时辰类似 都有着独立的替身面板 不过与杀手皇后被替身之剑衍生出的能力不同 狂风暴雨是天气预报最初觉醒替身能力时就诞生的力量 也是周周中目前最强的AOE替身之一 能力发动后可以影响整个地球 狂风暴雨的替身六维数据都是问号 不过从天气预报记忆恢复后对气候的操控效果来看 它对于气候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召唤毒蛙时的天气 根据普奇的回忆与现场讲解 我个人觉得狂风暴雨属于自动型能力 与波西尼亚狂想取类似疯狂暴雨的力量一旦发动 作为本体的天气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操控或者终止的 在过去天气是被白蛇夺取了记忆后才结束了狂风暴雨的影响 时之海中也是在天气预报死后才停止了生物的蜗牛化 至于这个能力解释起来也非常简单 通过对太阳光线的折射角度的影响 狂风暴雨可以在世界各地制造出彩虹来影响生物的精神 所有触碰到彩虹的生物潜意识中都会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 由于精神认知的改变肉体也会跟着进行对应的变化 也就是所谓的蜗牛化 大家不要试图用科学的理论证明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因果关系 总之只要你精神上认为你是蜗牛 你就会变成一只真的蜗牛 替身使者对比普通人有着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所以它们蜗牛化的时间也较长 但不论是艾梅斯还是徐伦都无法阻止蜗牛化的发生 理论上狂风暴雨的力量也可以把人类变成猴子老鼠大猩猩之类的其他生物 在蜗牛化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变成一只巨型蜗牛 也可能会分裂成无数的小蜗牛 由于生物的特性被狂风暴雨创造的蜗牛除了可以快速的自我繁殖外 还有着可怕的感染性 其他生物一旦碰触到蜗牛也会开始蜗牛化 所以一个城市如果出现了蜗牛化的现象后用不了多久整个城市就会跟着沦陷 变成蜗牛后除了反应迟钝动作缓慢外 还会吸引大量以蜗牛为食的生物 不过这里我有一个问题 根据能力关系任何生物一旦接触蜗牛就会变成蜗牛 那么为什么那些吃掉蜗牛的动物没有发生变异呢 按照普其最后的解释 不论是接触彩虹还是碰触了蜗牛的身体 大家都是在潜意识的影响下才开始的蜗牛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盲人或是闭上眼睛 你就可以不受狂风暴雨能力的影响了 所以说水哥才是周周一切半提升的克星 天气预报是在极度绝望的状态下受血脉的影响 才觉醒了自己的提升能力 狂风暴雨可以说是天气内心愤怒的呈现 它的诞生就是为了毁掉这世上的一切 为了向害死佩拉的凶手复仇 因此狂风暴雨的能力一旦发动 除非天气本人死亡 否则徐伦艾梅斯的蜗牛化是不可能恢复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